深奧漁港一日游 先前呢 我有去深奧漁港走一走 但是呢 那時候 安排被廟全往深奧的酋長遺言 以及橡皮岩 本次呢 就是單一行程 不走其他地方 就是單純的走深奧漁港的一些經典旅遊 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分享 中午時間呢 我們先來爆炒一番吃個炒飯 大家的生意非常好 是當地知名的炒飯店 主打的就是海鮮炒飯 那時間到了 我們就開始找一下菜單 當時人潮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來的時間不會太擁擠 我們是點了一個是小卷炒飯 原來是小卷 數量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 口味上是偏胡椒味 蠻重的口味的 不過我們蠻好吃的 吃什麼 蝦子耶 原來是海鮮炒飯的 那真的蝦子嗎 對啊 海鮮炒飯裡面的種類比較多元 小卷 真的蝦子不是蝦 這才比較豐富一些 那之前因為蛋價關係 所以這裡的蛋稍有一點少 其實蠻可惜的 吃飽飯之後 我們往生熬漁港往上前進 人都跑出來玩 天氣炎熱 生熬漁港人潮稍少一點 但是呢 過完炎熱的天氣之後呢 人潮開始逐漸的回溶起來 主打就是每個季節有不同的海產 從白帶魚祭啊 小卷祭啊 還有一些海鮮祭 這也一船就是非常繁忙 那推進旁邊有一個長榮小吃跟金翼168 這是不錯的餐廳 這家也是很多的 金翼的它裡面也有分店 走到前面有沒有看到秋長妍 這是我們待會要去的第二個景點 對啊 旁邊有老長生產餐廳 有機會來嘗先 不過它是比較偏和菜類的 聽說口碑非常不錯 那我們走到這個港口的外側 其實我們走到的是 深澳第一 停車場的位置 走到這個 橡皮岩的一個必經之路 然後第一停車場呢 看到一個海堤 有一個大型彩繪就是第一停車場的位置 如果你要規劃 那被海堤一日有的話 深澳漁港是蠻推薦的一日有中繼景點 接著我們走到 藩仔澳海岸 之前有走過這一邊 但是沒有走到上去過 所以這次的全程 詳細安排 讓大家看得過癮為主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這個海岸呢 它是以 比較大塊的石頭 跟沙子組成的海岸 化學者的一個海藻 這海藻又一樣是 老梅石草的那個海藻 對方 小老梅 那附近呢 是 基隆 金瓜石 基隆山 基隆山的位置 從這個角度 可以看到 基隆山跟金瓜石的方向 晚上的時候 就會非常漂亮 非常地 艷麗 射在這邊拍照 可惜 那個十三層遺址 它並不是 每天都開條 特定時間才會開的 有 走完海灘 但是 我們要往上坡 出方向前進 我個人建議也是 要在這個 登山上比較安全 我單獨 攀登的話 因為它其實 坡的量比較多 另外 是這個 攀爬那個鞋子 不要太 過於那種 平滑的 稍微顆粒的 比較能夠抓地為主 那特別是下雨天 不建議來這邊 爬 因為這蠻滑的 看這邊 不少能滑倒 好 它真的很少啊 所以它敵人就是比較滑 而且可以看很多滑倒 好適合拍照 對面是基隆山 喔 基隆島 好 今天怎麼那麼多人 上坡住的蠻多人 來這邊拍照 打卡 剛好是用完餐之後 人潮開始多了起來 還有 當地知名的 殉狀員 有小野柳之稱 那這邊 好處是不用送門票 野柳要收門票的 那來這邊一日有 拋到 包吃包住 附近有住宿的地方 他以前是可以爬上去的 早期的橡皮也是可以攀登 現在是為了安定期間 靜止攀登 來這邊先拍著照就可以了 好迷你喔 好迷你喔 那邊也可以走欸 哇哦 好迷你喔 好迷你喔 應該是他們先釣去吧 嗯 欸 那個怎麼走過去啊 馬那個 怎麼要躲到對面去啊 沒有喔 他從下面走的 他從下面走的 他怎麼走下去的 哇 這個太 太恐怖了 看給大家看一下 哇 眼睛的 對啊 那個 上面還有 嗯 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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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什麼人啊 我都比 哇 哇 一路下坡 下坡 那下坡的話呢 我早就像是迷宮的路進的話 其實蠻好下坡的 一路上你們可以看到很多這種 迷你迅狀岩 還蠻有意思 就不輸給野柳的這種迅狀岩 是沒有難走啊 只是花比較多的時間下去而已 快下去了耶 快下去了耶 我們一路下坡呢 再走到 左邊的 那個 神秘的海岸 這海岸上面有不少的有釣客 聽說這邊蠻好釣 但是 風浪大 所以要小心 好 我們在到這個下坡處了 可以看到各種 奇妍怪狀的 石頭 以及拍照的人們 這看起來是一個碉堡的位置 以及是一個 哨所的樣子 這邊拍個照 是一個 網美拍照的 最佳景點 在這邊記得拍照打卡 免費 免費的景點 然後看到海鳥 然後 表示附近有魚群出沒 走到這個 像鼻炎的下坡處 就是神秘海岸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 我看起來 它這裡 似乎有一部分 會被海水淹沒 上潮的時候會不見 有一些地方 看起來比較高的地方 是 海岸的上坡處 然後我們來到 神秘的區塊裡面 去探險一下 看看裡面有什麼神秘的區塊 神秘的地方 跟大家做一個 特別的分享 這邊最主要是 岩石非常奇特 怪異 有海岸的那個 輕蝕 造就 殺眼的那種 輕蝕變化 那不同的角度 可以拍到不同的美景 但是我居然覺得的話 這裡有 晚上可以拍出不錯的 星光的那種 夜景 但是要注意安全喔 那走到神秘海岸的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是 算是一個 挖地 另外有點濕濕的 所以看起來 這邊應該算是一個 呃 可能會引沒到海裡面的一個 區塊 然後這樣反而退調的時候 可能改變它的高度 這個很像是 海中的盆地 風雨季節 颱風季節 這邊應該是會被淹沒的 那大草的時候 這邊也是會被淹沒 因為它旁邊的這個 水質的痕跡 看起來是有被淹沒的 這個趨勢 那全景給大家看一下 是一個神秘的海岸的地方 然後 左旁邊的一些沙灘 上面可以看到 這裡有很多的 生存化石 就完全不舒服野柳 如果你要來這邊吃飯 打卡 然後免費進行的話 當然是推薦這裡 這裡變得好 咦 那我們這樣掛完呢 還沒有 還沒有走到那個 球長眼的地方 上次有看到球長 但是沒有看 球長實際的樣貌 以及它神秘的那些 鳥類棲息地 旁邊 沙灘上面有很多 海藻的出木的 那個 生長的 現象 還有貝殼沙 可供 觀賞 那時候不建議去檢查 因為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們認為不要去干擾它 大自然的這種變化 但是它有一些奇特石都可以拿起來 拔彎一下 這麼多就是一個 幫彩莎就寫了阿傘 還有一些飄龍木飄上岸 我們接著走到 翻仔澳 手掌岩公園 它是一個 很不起眼的這個 入口處 走上來 嗯 球長野的模樣 其實我覺得個人覺得 它像大清新 可是不同角度看來 有不同的感覺啦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感受 你這種岩石的東西 其實要看 像猶星 看的什麼樣 就像什麼 它就跟躲 翹的這個岩石 樹立而上 台灣很多地方也叫球長 那這邊是其中一處 就台灣很多地方叫虎頭山 我想要怎麼爬過去的 沒有辦法 應該有路可以走下去 因為不然它那個 雨孝怎麼帶過去的 它有樣朝進公園 它有樣朝進公園 對啊 老鷹巢穴 就在三比之勢上 如果你對鳥類有特別研究的話 這邊可以找到 鳥類的出沒重機 當然你可以問的那個 攝影大哥 問問看這個老鷹 你在哪些地方出沒 你可以用你的 長焦望遠鏡 去觀察它鳥類的生態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教育意義的這個 自然場所 那閃鳥點其實你可以 跟隨著攝影大哥的角度 去拍攝閃鳥點 手機的這個長焦段 其實看不到那麼遠的地方 所以 我也想要看到 那個鳥類 鷹類的氣息 是比較困難的 不過沒關係 不打 不打到鳥類生態 我們可以看到 對面的 雞龍魚 但是我喜歡叫雞龍島 所以看起來 非常有感覺 也像是一些人行步道 整體來非常走起來 非常舒適 那兩個覺得說 深厚 嗯 港的話 你可以安排半日的行程 來做個北海岸的 一例有的中繼 行程 呃 重要的個中繼點 那可以安排像是 金山啊 或者是 野柳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 其他地方搭配 那 兩個人 今天的 真好與港 魚翼有 開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 每天 歡迎訂閱訂閱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 掰掰啦 好